百应醉铁三人组土崩瓦解 谢正义大叔方元为何加入鲁班纸 剧情反转太快就像龙卷风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些事情的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吧 在最新的剧情当中啊 简直是反转的不要太快 本来一直调查鲁班纸的方元 结果发现鲁班纸其实就是自己的老师堂教授 而自己的父亲也被牵扯到了这里面 当我们都以为方元会亲手将自己的老师绳之以法的时候 结果人家老师一顿洗脑 方元反而加入了这个他曾经最为憎恨的组织 加入鲁班纸的方元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帮助唐教授炸保自己父亲的公司让其破产 并且以前的那个最强百应三人组 也因为方元的黑化而瓦解 黑化后的方元非但丝毫不顾及之前的情分 在更多的时候还想方设法的毁掉米若想要调查此事的线索 不惜直接去除百应的调查资格 为了文图起见 成立时间太短的公司就算了 必须要在成立三年以上才可以参与 就这样这样 不同意 只能说高手黑化起来真的是太可怕了 而四处调查的米若也被唐教授顾及起来 为了让这个炸保计划能够继续下去 唐教授便准备对米若痛下杀手 在关键的时候 黑化的方元出现救下米若 原来所谓的反转又是方元的套路 不得不说这套路王还是套路王 米若的这几拳也是帮观众出气啊 看完之后只能说到底是编剧太调皮 还是方元套路太强 本来好好的反骗天下 差点就当成无间道来看了 还有就是这米若也太可怜了 加入百应以来 哪一次都是被方元套路的明明白白 然后再来看